余溫密布所形成的几何构图 非常美丽 实际上却是造成地层下陷的主要原因 但是过去只想拍美丽照片的我 所不曾理解的 大地地底杂志就像祈祷调一张照片 祈祷就很高兴地把这一张 觉得你看地面上有墨绿有浅绿的 像宝石般的这样的一个余溫的图案 提供给他 结果没想到下一期杂志出刊的时候 才显现出是谈的主题是 渔温对地层下陷带来的影响 在1980年代末期到1990年代末期 那所谓就是台湾浅烟角木那个年代 虽然养殖在那个年代 其实是一种大爆发的状况 那时候因为政府也鼓励 尽量来开发渔业资源 所以中央也就尽量补助地方 来建各种渔港 所以台湾的渔港的密集度就非常的高 台湾的海岸线每次到7公里就有一个渔港 这是过去追求经济快速成长的历史产物 我们来到齐柏林导演当初所拍摄的高雄遗陀 进一步探究 渔温产业目前所面临的状况 我们家就这边这个区域 我们家武功尽多 那是养施木鱼吗 没有 我们老 我爷爷 我外公他们是养施木鱼 然后到我们这一代就一直改了 早年在那种比较低密度的养殖的过程当中 其实也是一个类似近自然的工法 后来发现说 因为需求用大增 然后我们就必须做所谓的极月式的养殖 原本用文革 草虾和湿木鱼混合养殖的自然工法 为了大量生产而单一化 而大量养殖就必须抽取地下水或海水 造成地层下陷 弥陀这里因为抽不到地下水 饮用的是海水 弥陀分三区 我们这边最北边 北中南没有几只淡水的水井 我听我妈说 我外公他们那个时候挖到了七八十丈 一丈三公尺嘛 七八十丈应该就是两百多公尺 还挖不到 余温是台湾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当中 所产生的一种经济形态 但是随着养殖业者 他们所面临的市场规模 日益缩小的情况之下 现在对于架设光电板的接受度 也逐渐提高 那有没有人来找你们 问说要在这边盖光电 有啊 好多啊 好多啊 那你想要盖吗 如果是像我们家经营的项目是可以的 弥陀渔温的养殖面积多达六百多公顷 农委会渔业署已经着手规划 要把百分之四十的渔温 化为渔电共生的咸行区 不过因为这些私有地的池分非常复杂 推动起来很有难度 庙的屋顶那是什么 有一大群 好像鸽子耶 对 那是野鸽 对赏鸟人士来说 渔温的鸟矿并不是最优的 我们这边现在看到就是 主要那边有一个鹿丝林嘛 那个鹿丝林的位置大概就是 距离这些渔温或住家比较远 所以人为的干扰比较少 所以他就选择了那个地方 可以在那个地方煮草 吸引最多的就是鹿科 鹿科排排站在渔温旁等吃的 一动也不动 模样非常可爱 但是保育人士忧心的事 人为开发造成野鸟种类的 逐渐单一化 原本以鹿鸭为主的枝红池 因为盖了大片的光电板 竟然成为鹿科上厕所的地方 鹿鸭也不来了 这个景观引起娱乐哗然 特征中心收集近六十年 台湾整个西部海岸泥滩地的 一个变化 发现泥滩地面积减少了 差不多百分之六十 那这些候鸟它就变成说 第一个它没有栖息地 第二个它没有食物来源 所以整个的数量跟多样性 就减少了非常多 专家学者建议 可以用友善鸟类的方法 让生态慢慢养回来 它可以在收获之后 继续把水位保留着 但是把水位给降低 那这样让鸟类可以利用的时间 可以增加 通过祈祷镜头 我们看到是一个人文跟自然共生 它整个挣扎四百年之后的一个结果 怎么让我们在未来的世纪里面 去找到共融跟共存这个方式 我觉得是祈祷要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婆娑之羊 美丽之岛 未来能留住多少自然与人文之美 透过祈柏林之眼 且让我们重新看见 共同性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